胡人队交易市场上通过交易换来了玛丽克·比比斯利 这是一位水平非常高的射手 他的个人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在投射方面 可以说是非常顶级的一位射手 他的投射在整个MBA当中都排得上号 而在当前的胡人队当中 缺少的就是比斯利这种类型的射手 他的投射能力真的让胡人球迷眼前一亮 而比斯利来到胡人队还没有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现在的比斯利已经成为了胡人队的关键球员 而且创造了胡人队的一项历史记录 成为了胡人队自科比和格伦比莱斯之外 又一位能够在半场投中7个三分球的球员 在此前胡人队和提胡队的比赛中 比斯利上半场就命中了7季三分 也是依靠他的出色发挥 胡人队成功赢下比赛 他的正负值高达加32 这就是比斯利出色个人能力的体现 他的能力在整个联盟当中真的不可多得 而詹姆斯最喜欢的就是比斯利这种类型的球员 而创造新的历史之后 比斯利也是在设媒转发了自己的技术统计 也是庆祝自己职业生涯的里程碑时刻 整场比赛比斯利一共拿下了24分2篮板 三助攻2强段 表现是非常精彩的 至少可以说是对得起他顶级射手的身份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期待詹姆斯回来之后的胡人队了 按照现在胡人队的射手配置 詹姆斯回来之后 胡人队势必会掀起三分投射潮 因为詹姆斯最喜欢的就是和射手们一起打球 这也是为什么外界对于现在的胡人队寄予厚望的原因 因为胡人队真的有实力了 不再像过去一样没有外线的投射 开始出现了射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收藏不迷路